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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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四种的情况以下的许可 第一 配偶去世 活着的一方可以再婚 第二 如果配偶犯了接引 不愿意悔改 无辜的一方可以再婚 第三 信主的配偶被不信的一方抛弃 信主的可以再婚 第四 信主之前离婚 信主之后 对于前段的婚姻 应该尽的义务都尽了 也可以再婚 这些义务包括什么呢 包括向对方认错 雄求复合 履行该尽的经济义务 和对于孩子的抚养责任 格林德后书五章十七节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与过 都变成新的人 新造的人的意思 也就是有了基督的新生命 当然 再婚的对象一定要是基督徒 在格林德前书七章十到十一节说 至于那已经嫁娶的 我吩咐他们 其实不是我吩咐 乃是主吩咐说 妻子不可离开丈夫 若是离开了 不可再嫁 荣侍同丈夫和好 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 如果一个基督徒与另外一个基督徒离婚 除非是因为对方犯接淫 要不然双方都不可以再婚 如果妻子从不合乎圣经的离婚上认罪悔改 雄求与其夫复合 就是他悔改所结的果子 以不合乎圣经的原因而离婚的男人也应当如此 因此离婚的基督徒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不可以再婚 第一 如果一个信徒与另外一个信徒在不合乎圣经的约则之下离婚 双方都不可以再婚 他们应该复合或者保持独生 第二 犯接淫罪而离婚的基督徒 虽然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了 也不能再婚 这是他要承担的后果 他要在基督的身上寻求心灵的满足 并持守独生 如果他再婚 就是犯了接淫的罪 当然 我们也应当续仇一种偏见 因为只有结婚的人才正常 甚至认为只有婚姻才可以叫人满足 获得生命的完整 其实在圣经当中也明确地指出 独生也是蒙神祝福的一个明确的呼召 就像保罗的领受一样 没有娶妻 乃是为主的事挂虑 是为了讨主的喜悦 有格外的恩典和祝福 盼望大家明白圣经对离婚与再婚的教导 离婚不是一种理想的做法 而是上帝怜悯我们的软弱而允许的 上帝恨恶离婚 虽然是因为罪而导致离婚 但是按照圣经约则下的离婚与再婚 并不是犯罪 牧者三分钟 祝大家都重重呼应 爱神爱人 约上帝赐福给您 阿们 耶稣说 我来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是的 您想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吗 请留意上帝的话语吧 您可透过收看华安堂媒体部门为您制作的视频 我们会陪伴您一起了解基督信仰的内涵 活出一个有爱有光有意义的人生 是的 我们的灵修分享 会同您一起思想上帝的话语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引导 牧者三分钟为您解答信仰上的疑惑和困扰 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城墙烂调》透过一个个家长里短的小故事 让您看到原来上帝不仅掌管天下大事 他也活在我们的家庭中 职场上 还有主日学的课堂里 哈哈 原来城墙并不烂调呢 当然 上经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基础 所以 查经灵修会透过上经书卷的学习 帮助您认识真理 扎根上帝的话语 让我们行走不会偏离 一人的路越走越光明 盘望您锁定我们的节目 订阅 分享 留言 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学习圣经 认识真神 活出丰盛的生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